因为中国的影视行业近些年发展得非常迅速,所以很多历史人物的形象被放上荧幕,之后就会让大家产生很深刻的印象。 但是影视文化和历史的差别还是比较大的,很多在历史上面并没有很坏的人,在影视作品当中加工一下,就变成了十恶不赦的大罪人了,还有很多非常坏的,也会在加工之后,就变成了一些完美的人,就好像我们现在听到太监两个字,脑子里就会闪过很多电视剧里面那些丑恶的嘴脸。 而且提起比较有名的太监,相信大家一定不会忘记一个名字,那就是魏忠贤。 在很多的影视剧当中,魏忠贤就是一个十恶不赦坏事作绝的大奸臣,但是在历史上,魏忠贤,其实不是一个奸臣,在某种程度上来说,魏忠贤还算是一个忠臣呢。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历史上的魏忠贤都干了哪些事,魏忠贤和东陵党人对着干是真的,但是那是因为魏忠贤认为,东陵党人没有治国的才能,所以魏忠贤才打压他们。 而后来的历史也证明,东陵党人确实就是没有治国的本事,而且还亲手葬送了明朝的江山,魏忠贤临死的时候还劝告崇祯要远离东陵党人,他们不可靠。 但是崇祯没有听魏忠贤的,最后打开城门的就是东陵党人,魏忠贤当时在东南地区收税,这就和东陵党人的利益起了冲突,而当时打压东陵党人,是因为魏忠贤需要用这个税收来稳定西北地区。 但是显然东陵党人没,有这样的远见,当时女真族就在明朝的周边虎视眈眈,但是因为魏忠贤在,魏忠贤一直在东北下很大的功夫,还想朝廷推选了像袁崇换一样的几位非常厉害的大将。 所以,魏忠贤一直过不了山海关,但是西北地方一直遭受天灾,需要很多的钱来赠灾,所以魏忠贤在西北地区减免了很多的税收,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魏忠贤,还是一个比较善良的人,而且在他活着的时候,明朝还算是比较的稳定。 后来魏忠贤死后,女真族就像是不再害怕什么了,就和明朝开战了,要说太监不一定是坏的,还有很多的太监为国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,就像下西洋的郑和,他就是一个三宝太监,但是却为我们国家的海上丝绸之路,做出来巨大的贡献,就连专家对于魏忠贤的评价也是十分的谨慎, 对于他的好坏也都是保持沉默,无法给出一明确的答案,毕竟人的一生有功必有过,是非过错又怎能仅凭一两件事情就能评判的呢?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在看电视剧的时候,不要轻易地评判一个人,还是要自己去查询一下真正的历史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